好这有一题这个十四题 日前有一个国小男童 因为害怕遭到同侪的这个异样眼光 表示我不要带粉红色口罩 不会啊 很好啊 我都看那个佩佩珠啊 对不对很可爱 为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好指挥官 陈思忠就说了 我也带着男性的官员 一起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我记得那时候连这个行政院长也带 那个红色还是粉红色OK啦 向外宣示颜色不分性别 什么颜色的口罩都可以戴 是啊 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这种细节 对嘛 你自己在念高中你也很清楚 像我们台北 北部吧台北新北 不是有某一间高中 就是男生你要穿裙子也可以啊 你说北衣女女生一定要穿裙子吗 不用啊他也不管就穿裤子也可以啊 对他没有强制 所以颜色啦服装 那个不是问题啊 现在没有在管那个了好不好 都可以戴好不好 希望大家不要太care这种小细节 针对上述的划线 我本来CDC的指挥官 陈思忠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他的做法是符合民主治理 你可能觉得邢哥老师什么叫治理 以前都讲说政府的统治是上对下 老师他这个叫下对上吗 不是上下交互的合作 好不好 就是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有没有这个答案 有啊 这个是属于什么 内部的监督 就是我政府听到啊 这个小朋友好像因为 戴个粉红色的口罩 然后被霸凌 那我就从我自身做起 回应民意 内部自己调整 所以答案选注 这个才符合所谓的上下互相交流合作的一个治理心形的模式